六位院的英文教室 英文测验篇 第21期 我们看看第一题 It is always cheaper to travel at a down peak train at with peak train ties with off peak train ties at on peak train ties 又有哪一个 that are less busy Inside the museum flash photography is strictly allowed It is strictly maintained It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t is strictly encouraged In this room two twin size beds can be convertible Can be contrastable Can be considerable Can be consumable into a king size bed Legend is that That is a crystal ball helps gypsy fortune teller Attack the future Discard future Predict the future Upset the future Let me remind you that our children must be sponsored Must be inspected Must be connected Must be connected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In our center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來分析一下 It is always cheaper 這永遠是 比较便宜的 Cheaper便宜的 這是比较急 to travel 去旅行 At 在什麼時候呢 Peak train Peak 本來是山的高峰 山的這個 就是山頂那一部分 高峰 然後後來就變成高峰期 或者很高的地方 一個高峰 一個火車的時間 火車這個 這個大概不是老外寫的 這個大概是中國人寫的 這個怪怪的 不管 這個高峰的火車時間 the less busy 這個是 比較不忙的時候 讓我們看看 我們這個 就是會比較便宜了 這個看它的意思 看到的意思就是說 離風時間呢 會比較 票價便宜 就是不是高峰的時候 票價便宜 因為高峰期 不會比較 票價 不會 就是 高峰期 票價會比較貴嘛 但這邊是便宜嘛 那應該不是高峰 我們看看 Down peak train times At down peak train times 這沒有人這樣講 At west peak train times 也沒人這樣講 Off peak train times 唸得好拗口 這個句子寫得不好 唸得這樣拗口 Off peak train times 這個就對了 因為我們說 因為我們說 Off peak times 就是 離風 離風 Off什麼意思呢 就是離開 當然還有別的意思 就是離開 離開這個高峰的時間 離風 這個是一般常講的 Off也可以是下班 離開下班 Off peak train times 這就對了 在這個博物館當中呢 這個 Flash photography Strictly 這句就很順 總究很順 剛剛那個是 句子寫得很拗口 很爛 在這個博物館當中呢 這個Flash photography 就是什麼 就是用閃光燈拍照 閃光燈拍照 Flash就是那個閃光燈 這個philography 拍照 或者 Strictly Strictly是 很嚴格的 Strictly 它是很嚴格的 Allowed 很嚴格的准許 Allowed是准許 因為我剛剛在想啊 有一個朋友說 他聽這個Strict Strict 他聽成 人家的發音 念成Stract 可是應該不會啊 Stract Stract 怎麼會聽成Stract 這奇怪搞不懂 這是很嚴格的 很嚴格的准許 沒這回事 或者是Strictly Maintain 維持 這也不可能 很嚴格的 Prohibit 禁止 這就對了 這個字Prohibit是禁止 就對了 Strictly Encourage 是鼓勵的 這也不對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Prohibit 只要你認識字 你就知道 Allowed 准許 同意的 Maintain 維持的 Prohibit 禁止的 Encourage 鼓勵的 像這種就是很標準啊 句子也寫的順 不管長短 長短是另外一回事 你說寫的長 寫的不順 沒用啊 你寫短一點順也可以啊 很好 像這種題目就念起來神經氣數啊 答案就是黑白分明 這種就標準的 當然你 那有人說這不送分題嗎 那你要認識這個字的意思啊 你不認識這個意思不行 你當然也可以這個出題的老師也可以出這個單字懶一點 但是就是答案要黑白分明 就是是非對錯要分明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就是你當然了解意思的話就是送分題 但你不了解意思就不是送分題了 對 那有的人就是變態就說 啊我一定要考這個四個答案啊 呼 這個 這個 有的是 一定 對 有的是 也有一點道理 再叫你去比較 哇 那就很無聊了 還四個答案 除了考你英文 考你認不認識句子 認不認識 但是還要考你的邏輯思考 嘗試 還要比較 哇 那就很累了 那一考下來幾十題 經常這樣搞的話誰受不了 你叫那個出題他自己去考重視他也受不了 就是你考就是考嘛 會就會嘛 不會就不會嘛 這個單字 他句子看得懂就看得懂嘛 單字他認識他自然就會 這個 這個就很簡單嘛 這不是很輕鬆於寬 你非要去 搞的句子很不順 搞的答案模擬兩可 那何必呢 就是有 有些心態就是變態 搞不懂 搞不懂還行 就是他就是不搞人家一下 好像他不 他這個學識不夠的意思 你看大學者還是很謙虛的 還是那個很好的 那反而是半瓶出人 就是喜歡這邊搞人家一下 那邊搞人家一下 Internet rooms 這些房間呢 Two Twin size beds 就是那個 Twin size 就是那個比較兩張小 兩張小的 這個雙人床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怎麼樣變成一張大床 這個也是這個 這個題目也出的莫名其妙 兩張 你說兩張單人床 可以變成一張 大床 因為King size是最大的嘛 Queen size是其次嘛 那一般就是一般嘛 這兩張一般的床 已經是 就弄成一張King size 就很大啦 可能比那個 Queen size還大啦 這邊一定要弄個 Twin size 兩張 Twin size Twin size已經是兩 兩倍的床鋪啦 那又是 兩倍的床鋪 應該就很大了 然後又兩張 哇這個這個 出題老師這個是 這個莫名其妙 但不管啦 我們就抓他 本來就兩張床 不管什麼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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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問題啊 就兩張床 可以變成一張King size 就是 國王級的床 當然我們不能講 國王級 就最大床 最大號 Queen size 次大號 就加長一點 再加長一點 比如說 一般的床鋪 就是說 一般的床鋪大概超過180 就不好睡 所以180以上呢 你去至少買個 Queen size 或者有人身高 190 那就買個 King size 所以以前那個 也一個日本的 非常有名的 日本那個籃球選手 鋼山公寵 哇 兩百 兩百多少 兩百三十幾公分 哇 我們說走在旁邊 到他腰的上面一點 哇 這個太高了 就是他那個 是五星級飯店 哇 那個床 搞了三張 為什麼三張呢 就是左右 就要拼成兩張 可是長度不夠 再用一張拼 總共拼了三張床 照片都出來 這可以 Convertible 就是可以折疊成 折疊成 敞篷車也是Convertible 就折疊起來 那這答案是對的 Contrustible 就可以對照的 這個 沒什麼意思 不對 Consumerable 相當的 可以相當的 這也不同 Consumerable 就是可以消費的 也不對 就是可以折疊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題目 這個 有些題目出的實在很差 好 再來 有些題目又出得很好 Legend has said that 就是這個 Legend就是傳奇啦 傳輸 好 傳說有這種說法 就是 Crystal Ball 這是水晶球呢 可以幫助 吉普賽 吉普賽 吉普賽的Fortune Teller 什麼叫Fortune Teller 就是算命師 算命呢 Fortune Fortune兩個意思啊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財富 財富 錢啊 財富 一個就是運氣 那我沒辦法講Fortune Teller 他就是講那個 運氣 就告訴你運氣的人 就算命師 這個 水晶球可以幫助 吉普賽的算命師 怎麼樣的Future Attract the future Attract是吸引 吸引未來 那不可能 那這個 這個就很明顯錯誤 Discard是 拋棄 把東西丟掉 把人拋棄 把物品丟掉 讓垃圾丟掉 Discard 丟掉未來 這個不同 Predicts 預測 預測未來 那就對了 水晶球可以幫助 吉普賽的 這個 水晶球 通常是女人 水晶球 女郎 算命師 預測未來 這就對了 Absent 就是不高興 生氣 難過 或者這些東西 情緒比較低落 這也不對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很好 答案很分明 Predict 預測 Let me remind you 那我提醒你 這個 這個是我們叫做間接 間接 這個從屬連接詞 它後面是接一個詞句 但它THAT有的時候也可以當關系代名詞 後面接詞句 Mind you 但是呢 關系代名詞前面是加 名詞它受詞 可是這邊是名詞 沒有說 名詞代名詞都差不多 這是代名詞 可是 它不是 它不是 關係代名詞 這是比較特殊 它主要是跟著 remind 所以它是從屬連接詞 這個比較深一點 我在一個單位裡面特殊玩法篇有提到 所以大家常常搞不清楚 THAT WHILE WHILE WHAT AS 後面接的 搞不清楚 所以我那個特殊玩法篇有特別提到 這邊上我提醒你 提醒什麼 就是所有的小孩子 必須要 怎麼樣 對一個 成人 adult是成人 又有人念adult 又有人念adult都可以 一般念adult比較多 英國人念adult比較多 而被成人呢 在這個藝術中心 我們看小孩子要被sponsor贊助 sponsor是贊助 那應該不是 小孩子有什麼贊助 不是 inspect是檢查 小孩子要被檢查 那檢查 也不是 檢查不對 connect 就是連接 小孩子要被大人連接也不通 accompany就陪伴 小孩要被大人陪伴 怕小孩子走私 被騙 被管 被陪伴 所以這個標準答案 accompany 其他像這種都是很標準 就是 三個都是不對 絕對講不通 一個是絕對講得通 所以這種題目就出得很好 這個答案就選得很好 三個完全講不通 一個完全講得通 太好 這也不是我們不送分題的問題 你可以出難一點的單字嗎 可以出難一點 人家不一定認識 就考程度了 當然這個分數的比例應該是 比如三分之一 比較簡單 三分之一 一般也帶一點難度 三分之一 比較難 這種是合理的 然後這我13個youtube頻道 麻煩大家按個訂閱 13個都按訂閱 這一集講到這裡